之後呢 各位就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你即將成為這個東西 就開發人員 OK 幫你幹嘛打開它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就告訴你說 你開了之後 其實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那開發人員跟應用人員是不一樣的 那個level也是不同的 OK 所以你可以做的事情也不一樣 那你是用開發之後給人家使用 或者是解決你眼前的問題 好 那所以你其實可以稍微瞄一下 其實你要衡量一個 人的效率在辦公室裡面 你可以看他有沒有開啟這個選項就知道了 對不對 這我覺得這也是個指標 對不對 人家沒事不會開這個 OK 他如果懂得打開那表示他應該 有另外在做一些學習 所以其實這也是稍微可以了解 OK 那他這地方開起來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怎麼去使用他 那假如說我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剛剛講的啦 那兩種方法 一個是 產生按鈕按下他 他自動幫我 做出我要的結果 OK 第二個是插入函數 可以幫我 說就是要三個東西 給我最後的結果 大概就兩個 所以VPA的 兩種形式 所以以後問你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兩個形式就夠用了 很多其實就是衍生出來的 OK 所以不拖這兩種形式 那一個 他叫做sub 一個叫function 所以我們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那 開啟video basic 請你把這個視窗稍微縮放一下 習慣上就把它稍微縮小 為什麼 因為 我們可以一邊看著你到底要做什麼 去寫下 下面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都是直覺的 是按照你的需求去做你後面的設計 所以 第一個 那怎麼做 第一個請你 先插入一個 記得喔 插入模組喔 但是如果說你已經有一個模組的話 那就不需要了 一個就好了 OK module 1 就OK了 那如果 太多個 反而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之前有同學一直插入模組 然後程式有的寫1 有的寫2 有的寫3 然後又有重複的 他也找不到到底寫在哪裡 就會出問題 所以 入門的時候 請你就寫一個就好了 除非未來你可能越寫越多 那你需要分類 那你就可以 module 1 module 2 可以放不同的程式 OK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好 那我們就一個模組 基本上 這個環境 先稍微說一下 這個環境裡面包含哪些 第一個 你們開起來 有的同學應該是看起來 會有個屬性視窗吧 屬性視窗有可能是放在這個下面這裡 有可能是放左邊 有可能放右邊 不過這個屬性視窗你可以先關掉沒關係 那也有可能一種狀況是你打開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 之前有遇到同學是他看到叉叉就會手癢 就把 點下去 就變這樣 然後呢 他就想說關掉之後會不會又恢復了 好像不會 所以他就想說要不要重管 就很悲劇 所以 其實不用如果說你環境設定有問題 記得就到檢視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一個東西 他叫做 專案總管 這個東西 所以請你一定要把那個 檢視裡面的 專案總管叫出來 其實後面應該就比較簡單了 好 那頂多是設計表單的時候會用到屬性視窗 不過如果不是表單 那他暫時這個 屬性視窗可以不需要用到 專案總管 然後就打開來 那還有可能 那你模組在哪裡 這邊點了點開來 程式就寫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把模組關閉了 你可以再點這個模組 他又繼續可以看到程式 好 那另外再第1個 第2個可能發生的狀況就是說 之前還有同學是 本來應該是放 我的習慣是放在左邊 但是有同學 他不曉得怎麼做的 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他可能按到移來移去 那有可能變成上下了 其實上下也可以開發了 不過他會覺得可能不習慣 有沒有他想要恢復 那其實怎麼恢復呢 其實恢復的方式 也很簡單 關鍵就是在那個 上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應該叫什麼 這個應該叫什麼bar OK 那你就點住上面這一個 灰色的區域 記得 他有個技巧就是按住不要放 他會有一個 好像虛線吧 那你只要移到最邊邊 最邊邊這條線 放開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回歸到原來的位置 OK 那這個其實都是機關 但是平常沒事你應該用不到 可是如果需要的時候可以列一下 這個其實我也是花很多時間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機關 他就是 就是要移到那條線上 他就擺上去了 那如果你要浮動的話 你可以再拉出來 他就浮動了 如果基本上不要動他了 就這樣就可以了 OK 環境設定好了 再來的話開始撰寫程式 那我們第一個 我希望撰寫一個門號按下去 可以讓我執行 我的習慣是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 未來一樣 反正就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就是插入程序 游標記得放這邊 然後插入一個程序 那程序會分成兩種 其實三種 這個屬性比較不會用到 大概就sub sub跟function 那大概記一下就是 以後按鈕就是sub 制定函數 就是function 就這樣子 OK 那property的話 你看那個property 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可能是物件 或者是表單需要的時候 寫那個屬性 不過用到的機會比較少 那有效範圍 預設是public 所以基本上不要動他 你不要改成private private就是私有的 其他 可能就 沒辦法呼叫 比如說像function 你如果不小心改成private 的話 那你插入函數還是不會看到 因為他是private 就是私有的 只有這個模組裡面 可以被呼叫到 其他的範圍 就呼叫不到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 有效的方法 基本上你就 這個底下可以暫時不用改 都public 可以啦 上面有個名稱 我們就對應到這個按鈕 假如我需要一個按鈕 名稱叫 門號 那我就梳理個門號 OK 好 按個確定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產生了一個程序 那他的結構一定是 他的 權限 是不是公開的 基本上公開的 共用 大家可以說 他的 程序 是哪一種 sub sub 就循序 跑完就結束了 function是 跑完會return一個東西給你 丟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OK 所以sub 那sub對應到一個 就是這個按鈕名稱 所以後面的名稱 我會用這個 跟對應到按鈕名稱 當然這個 你用中文 用英文都可以啦 你可以自己再試情況 決定 後面一定會有個 瓜糊 這個瓜糊主要是傳遞參數啦 如果基本上暫時 你們還不需要用到傳遞參數的問題 OK好 接下來我們要撰寫什麼 如果我今天要丟什麼呢 丟一個門號 到這個儲存格 我們剛開始先了解 儲存格的物件 那什麼叫儲存格物件 其實儲存格物件 在VBA裡面 他的名稱叫sales 就這個 sales 那這個sales 實際上 反正就是儲存格 你就把它當儲存物件好了 那儲存物件呢 你在錢瓜糊之後 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因為這麼多儲存格 請問一下 你要 存取的是哪一個 那你要告訴我 你兩個東西 一個什麼 哪一列 那我們就第幾列 第四列 對不對 先第一個 然後 逗點 那你要告訴我哪一籃 哪一籃的話呢 你可以跟他講說 兩個方法 一個是給數字 第五籃 A B C D E 可是有的時候 你要這樣算 有些比較後面的欄位 Z 或者是什麼 G 或者 U 你要算很久 那你有第二種表示方法 你可以用 字串 直接輸入 一 我習慣用大寫 其實用小寫可以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我的 一籃的 式列 表示這個儲存格 喔 那你要丟什麼東西 請你記住 後面加個等號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號指的是 後面的東西 賦予到前面喔 這個等號跟我們平常那種 數學的算法 那個不太一樣喔 這個等號 基本上嚴格講應該叫 賦予吧 把後面的東西賦予到前面去 那你要賦予什麼 你就告訴他說 要是09 那再來 的規則就是VBA的規則 那VBA的規則跟 Excel裡面的規則有點像 但 不完全一樣 因為它是兩個team 不同時間開發的啦 有些是相通的 但有些是不相通的喔 OK所以 我們現在是VBA 那比如說自串 前後算以後是固定 但是後面 串接什麼 AND AND記得喔 在VBA裡面 它有個規則不太一樣 前後要空白 在Excel編輯類裡面 不需要空白 OK喔 第一個規則不同 然後你就要什麼 在抓什麼資料呢 我要把這個資料抓到這邊來 那所以其實後面這個儲存格 那我要怎麼把資料抓過來 很簡單 它是 其實一樣有沒有 F 其實就是 跟這個是一樣的 差別資料 改一下什麼 改一下是 這邊改成什麼 改F就好了 也就是說我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丟到這邊來 跟它串在一起 所以你會發現 把它直接輸出 這樣子就可以執行 有不要放中間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喔 執行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就輸出什麼 911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0呢 很簡單啊 因為0911的話 有沒有 你丟進去啊 它一定會把你當成什麼 數字嘛 什麼時候會不把它當數字很簡單 你就是後面在end什麼 end一個那個 minus符號 這個減的符號 有沒有 如果你在串一個什麼呢 這個減的符號 你再輸出 OK 其實VBA的好處就是啊 你可以也是一樣啦 反正你就是跟剛剛是打勾嘛 現在是 有沒有要放上面執行 OK執行 有沒有 這個時候0就出來了 為什麼因為後面有個減符號嘛 它反正一看喔 這個應該不是數字 它就把你當文字來處理了 0就把你保留了 OK 好 那後面的話 接下來怎麼賺寫 一樣嘛 你就把那個 end 這個後面的話 end 然後呢 再把比如說fgh 再來把這個g欄跟h欄輸出嘛 所以你可以end這個 複製一下 貼過來 然後 不過中間還是 再來就是這個把它改成g 輸出g 然後再來就是 再把這個有沒有 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 這邊改成h 好啊這樣寫完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啦 只是這個地方的話 它還沒格式化 所以輸出的話變成 84 7 0怎麼辦 剛剛我們也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 把那個g欄的資料 做格式 它會有個for 其實你這邊點的 把它隔開來 電 你打一個format 你會發現 這個前面這個vba 指的是一個vba的大物件 它裡面所有的屬性跟方法都會幫你列出來 但這個 不是一定要打的 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那它好是說 點下去喔 它會告訴你有這些東西 也就是說vba裡面所有的函數都告訴你 都在這裡 OK 那format你可以按個空白鍵 然後把它包在哪裡呢 包在這邊 這個vba其實可以不用打 如果你不想打這個 後面記得加加個逗點 格式化 000 有沒有 後刮壺 一樣的方法 去那個h欄的前面再加一下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這個format 移到這邊來 然後呢 後面一樣 在逗點 000 OK 好 寫完了 所以我們來輸出看看答案是不是我們要的 直接執行 有沒有一個就出來了 但是 你想說老師那可以只有一個啊 那第二個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啊 比較笨的方法是複製 怎麼樣 再貼上對不對 然後把4改成5就好了 然後再一直往下 可是你會想說 那程式寫下來不就是一堆 Ctrl向下有沒有 4列到103 那不是寫下來 哇 那洋洋灑灑的 寫的99行 應該不太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想到 如果 重複的東西 就必須有概念叫回圈 所以回圈就要解決什麼 解決 某個 某個變數 讓它 重複 那其他的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邊怎麼樣加回圈 所以 將來你們在撰寫這個程式 最重要 你要了解就是這個叫Sales的物件 這個也是基本關係 以後 反正一定會一直不斷再重複出現 就是儲存個裡面的值 如何去 抓取 如何去賦予 都是用它 那哪一列 哪一籃 只要找對 沒有寫錯 反正就是這樣搬來搬去 再來的話就是回圈 那回圈怎麼撰寫 基本上你寫在下面這一行 那我的習慣是一定會先 Tab一下 縮排 Tab就縮排 打一個FOR 在VBA裡面用最多是這個FOR回圈 FOR後面的話呢 我的習慣有個變數叫I 這個I用來代替列 哪一列 列的話呢 等於什麼呢 你給它一個範圍 第四列 DOT TO 103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103 Enter兩下 再打一個NAS OK 它的結構就出來 所以以後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但是不用死背 反正你就知道說有個回圈 回圈裡面有個變數叫I 這個I用來代替是列 OK 四列到103 接下來請你把上面這一行怎麼樣 搬到 這個中間來 OK 那我的習慣會是怎麼樣 把 因為它這個要有一個 階層的概念 所以我的習慣會把什麼 把那個 中間 這一 這一個 程式 按個Tab鍵 讓它下一階 下一階 表示什麼 它在這個範圍裡面執行 OK 這個是習慣 盡量養成好習慣 縮排這個必要 因為寫程式如果沒有縮排的話 程式寫多了 會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 所以這個 規則一定要 慢慢養成好習慣 盡量自己寫一下 好 接下來的話就是 如果你要重複的東西 它是4 所以你只要看到4的地方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做什麼事 在第4列到103列之間 怎麼樣 做改變 意識跟剛剛 複製貼上99 99列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 基本上如果說 你們將來要讓程式 自己去幫你 自動完成 某個範圍的資料的話 這個 迴圈是一定是必要的 好 那我們寫完之後的話 其實這個 這個在雲端上都有 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 可以 参考 OK 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接下來就是輪到什麼 輪到執行 它的動作 有沒有 那怎麼執行 一樣切到Visual Basic 一樣點到這邊來 它就會有那個剛剛我們看到 其實程式都寫完了啦 執行它 執行完畢了 OK 那再來我需要另外一個就清除的程式 清除程式也許 可以插入一個程序叫清除嗎 其實有個拖欄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程序 Copy一下 貼到下面 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 那清除 這邊名稱只要改一下 它的結構都一樣 所以你改成清除 那 我講過了 賦予 到這裡面 那賦予到這裡面 變成空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後面的東西刪掉 賦予一個空的喔 在Excel裡面 或者VBA裡面都一樣 空自創 兩個雙引號 意思就是空自創 意思就是把裡面清空的意思 OK 所以會有個清除 直接怎麼樣 執行 清除了 執行 輸出 OK 所以你如果資料更新的 你再把它執行 資料要把它清空 OK 好 做完 閉之後呢 再來就是要 把按鈕給做出來 當然如果說 假如你自己 像我有時候自己執行 我只要看到結果就好 那我 不用寫 按鈕 按鈕不是必要的 那如果說你經常使用 那你就加個按鈕 你比較方便去按它嘛 不然你有時候要執行它 你要再切到VBA在執行 還是不方便 所以如何 做按鈕 OK 那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按鈕也許做完之後按下去 清除 就有了 OK 那請各位 練習看看好了 那我把重點再提示 1 插入一個模組 一個就好了 2 插入一個程序 記得游標一定要放這邊 程序名稱的話呢 叫做門號 那你可以 看你 如果你 動作快 你就乾脆把 回圈寫出來 沒關係 我剛剛是分兩階段 先寫單一行 外面再包回圈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基本架構往後一定都會重複出現 所以基本上那個架構你已經要了解了 以後 即便你剛開始一下子沒辦法馬上吸收沒關係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人已經寫好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不寫 因為你如果知道結構你複製貼上再來修改 好像程序就寫完了 所以至少你要學會的 你一下子沒辦法馬上 熟悉這些撰寫的流程 至少你要看懂這些程式 用在什麼地方 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試一下 另外剛剛撰寫的程式 其實在雲端上面也有 雲端白板裡面 你把它往下捲動 其實就會有完整的程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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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